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宝箱的守护者 我知道你们来这儿的目的 只要亲我一口 我就把宝藏全部都送给你们 看够了吧 那你愿意亲我吗 当然当然 我来了 谁要亲你天死亲王 才好就是我们的了 竟然敢打我 现在我要把你们都变成星蛙 对了 其实 我是一名受了诅咒的王子 只要你敢亲我 我就会变成原来的模样 而且 你们也能拿着宝藏 离开这里 你亲一下 你亲一下王 你一下就过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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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我 你怎么 嗯 我 哦 藏了五百块的私房钱 我的私房钱 你老实交代啊 你还在哪里放私房钱 都拿走了 没有啦 这五百块钱是我最后的私房钱 最好是 要是被我发现的话 我罚你洗两个月的碗 知道了 赶紧起床挣钱去呀 动走快 动走快 动起来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千数到手车金的日子 别做梦了 除了一屁股债 你老爸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你别磨蹭了 还有大赛九点只要开始了 第一名奖金呀 五千块呀 五千块呀 老陈 不说是 不信任你 我得了 你得了 必要拒绝 拒绝 走 走 走 苏莱燕 你怎么可以把钢琴卖给别人 不是说好只能卖给我吗 那你要有钱买才行啊 求求你 把钢琴卖给我好不好 我马上就可以拿到海泳大色的奖金 客人啊 已经付过定金了 我如果违约的话 我是要赔双倍的 我赔 这个我赔 只要你把钢琴卖给我 你如果有钱呢 我肯定会卖给你的 可惜你没有啊 苏莱燕 我今天就可以把钱给你 一定要把这个钢琴留给我 一定要留给我啊 一定要记得留给我啊 p 聂门 都会 对村民 对嘉宾 对美女 与各位帅哥大家 走上好 欢美余孙 第五十三届台游比赛 现在 开始 好 现在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比赛规则 其实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 第一个 游到对面浮雕处 抢回这面还有棋的 就可以赢得 五千块钱奖金 好 加油 五千块钱奖金 好 现在千队参赛选手 准备 千队怎么还不来啊 千云 没错 加油 这位兄弟 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冲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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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啊 一 不是 杰棠 加 我有 去 帅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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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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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喂 你叫我做了什么 我给你做人工呼吸 要不是我救你 你早死了 什么味儿 有吗 难道是我早上吃的铜蒿 铜蒿 铜蒿 什么意思啊你 我我救了你 你不是应该先感谢我了吗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因为救你 损失了海泳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还给你做人工呼吸 我的臭吻都没了 人工呼吸又不是吻 不都是嘴对嘴吗 有什么区别啊 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还有这次比赛的奖金 你是在敲仗我吗 你是在敲仗我吗 我救了你的命 你赔偿我的损失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行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因为救你 我损失了海泳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加上打捞费一千 人工呼吸费一千 这不是敲诈事是什么 我这是市场价 还没说完呢 还有 初吻损失费一千 你应该给我 八千块 你的初吻才是一千块钱 真是后悔救你 你拿钱来 我没现金啊 微信你转账 坏了 那你给我打个欠条吧 等一下 你别想逃啊 我天天扛水桶 练出来的麒麟币 对付你这种嫩鸡 戳戳也无怨 我给你写欠条 好 可以 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一套衣服 然后把你的手机给我 让我打个电话 可以啊 我家就是开杂货铺的 要什么也要什么 只要你肯出钱 这是我们关美渔村的旅游经典服 怎么样 很有风情吗 衣服 五百块 总共八千五百块 至于电话费呢 我就不跟你算了 记得把你的名字和电话一起签上 日息百分之一 年息百分之三百六十五 你真的是比放高利贷的人还灭绝人性 要不是我救你 你根本就没有人性可以被灭绝 今晚之前必须还钱 我都尝 我会怎么吃 到票 走 走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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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去去 别别 李大伟 赛 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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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酒店的老板 涛逊梅也来了 他直接要见你 总经理好 总经理好 我已经通知过许总监了 总是会以十点开始 这个项目开发布 太帅了 周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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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总 都已经准备好了 周杰姐 周杰姐 总经理好 开发部经理 山总 这是新来的开发部经理 范云一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管理学硕士 再次替公司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刘总监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 关美渔村的项目是我们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前期调研要求绝对精准 而你给我的报告中 关于安全海域的划定 存在着零点零一平方公里的偏差 刘总 刘总 我在森威尔工作六年了 这零点零一的偏差 还请刘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因为这零点零一的偏差 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刘总监 刘总刚刚去关美渔村考察 竟然在你规划的安全海域 成快艇触道暗礁 险惜丧命 在森威尔没有差不多 只有百分之百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机会失误 刘总监 你可以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了 好了 我们继续工作吧 欢迎加入三位 许总监 谢谢你 以后请多多关照 我来 进 您看 刘总 这个是咱们目前已知的 如果哪天看不到刘总开人哪 我就觉得这一天 过得不完整 再不去处理汤顺明的事 明天走的就是你了 我就是来问你这个事情了 汤顺明已经逾期三个月没换款了 限期拆迁令已经给了他们 我们完全有权利没收官媒酒店 这有什么好问的 好吧 云一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也想知道 她总是能给我们这样的惊喜 晚上回家吃饭 是 总经理 关美渔村开发规划 据准确的调研 关美渔村项目的年回报率是64% 二十个月就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傅总 你提前了关美开发的日子 是不是有点太冒劲了 开发时间提前半个月 完工时间就会提前半个月 相应的 盈利时间也会提前半个月 而且我们的各个部门 已经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但是我觉得 拆迁补偿 还有开发的全部预算 已经做完 除了SENWAIL 自有的资金投入之外 还有GQ资本的参投 投资金额二十 没打错呀 善善 帮我换一下 透明的那个 对 哪位 喂 喂 喂 你是那个 洪蒿吧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你还欠我八千五百块呢 现在能不能打给我 什么同好娃娃才 你打错了 喂 喂 我 什么玩意儿 骗子都这么超过 该不会被骗了吧 好 您好 塔先生 你是谁 我只见善君浩 我叫徐子谦 三巫瑶运营部总监 不重要 我说了 我今天只跟善君浩面谈 潘老板 您有什么诉求 可以先告诉我的 我完全可以代表善总 这官媒酒店今天收到一份 你们寄来的限期拆迁令 我倒要亲自问问善君浩 凭什么他可以提前拆我的酒店 因为您贷款余期未还 汤先生 本息合计 您已经负债高达八百万 您已经余期三个月没有还款 我们作为债权方 有权利没收官媒酒店 什么 你没拿到奖金还被人给骗了 叶千鱼 你是不是傻呀 你每顿两碗饭吃到哪儿去了 满脑子江湖 因为米饭是淀粉 容易转化成江湖 这个死骗子 下次再让我遇见他 我一定把它剁成饺子馅 我先把你剁成饺子馅吧你 你也不看清楚 怎么会有人叫这种名字啊 同好 我 看他像是个有钱人 没想到 他居然是个骗子 看起来像 我看起来也是个有钱人吧 行行行行 赶紧去送货 没了奖金还耽误赚钱 去呀 这明明你们说好的 要给一个月筹钱齐 结果还不到两个礼拜 就迫不及待地找人拆迁 你们 你们言而无信 事到如今 您只能放弃 但是我可以承诺给您 合理地拆迁补偿的 拆迁补偿 我不稀罕 这官媚酒店 是我们汤家三代的心血 今天让我给卖了 我对得请列祖列宗吗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一定要拆的话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你做不了主 我去找山君浩 快拦住他 唐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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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干嘛 你干嘛 谁啊 干嘛 谁啊 我是唐说明 我没用村过没酒店的老板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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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下 唐春林在这闹事 什么 这个风险屏数太高啊 我觉得就是 沈总 这就是中文 我告诉你 走 各位先休息一下 周杰 你去看一下 是 找不走 喂 阿生 喂 千语 大事不好了 官媒酒店又被拆了 你说什么 我们刚才找不到老汤 就去他的房间 走 结果发现一张差间通知书 是谁要拆官媒酒店啊 森 森薇尔 森 森薇尔集团 森薇尔 森薇尔 好 我现在过去看看 你们等我消息啊 哎哎哎år 干嘛去啊 妈老汤出事了 我过去看看 送货呢 哎呀 唐春林这个死胖子 又把秦衣叫去 你们都给我吹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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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搁下去了 放下 放下 全部都往后推 推 推 汤老板 不要激动 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吴阿康说 汤老板 别冲动 今天我要是死在你们四面 所有媒体都会知道 你们瞒也瞒不住 汤老板 你的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三万要所有的行为 都符合法律规定 你要是死了 就根本没有办法了 我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还有什么办法 事在人为 人只要活着 就一定还有办法的 对 我这么做 都是你们逼的 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汤老板 别冲动了 汤老板 好 汤老板 我们三位我还需要 给你什么交代 来 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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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就是你 害我要失去一切 你欠债不还 无理取闹 三位我绝不会受你要挟 那我真割下去了 我就死在这儿 明天四位我 就会上新闻投摆 所有媒体就会关注 你们对关梅渔村的开发案 都说 四位我前夫所致 别说我的 兄弟 你就连 关梅渔村的一个好毛 你都懂不了 走 你有什么事 我是来找人的 对不起 三位我现在不接受来吧 关梅酒店的汤睡明 是不是来这里了 我是来找他的 他是我叔叔 汤睡明 汤睡明 你以为这样 就会受人关注吗 告诉我 不会的 就算新闻播报了你的自杀事件 也只不过是一时谈资 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那我也要你 受到良杰的谴责 让三位要因染上我的鲜血 背负 道德的瑕疵 好啊 盛总 既然你想死 那就死吧 你 别后悔 我这就死给你个儿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对准的 不是景动脉 如果割错了位置 你不断死不了 而且会造成器官堵塞 更加痛苦 如果你割得不够深 你会因为大脑短时间内 供养不足 而变成植物人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如果割对了位置 你的血液 会在短时间内 迸发到两米高 在短短五分钟之内流进 迅速成为一具干尸 你别吓唬啊 不得不说 汤老板我很佩服 不过 我可以有情地告诉你 颈动脉的位置 你别过来 你别别过来 你可以根据我的手指 按照我的方式 向左移动两公分 直到你摸到了 颈动脉跳动的地方 这就是颈动脉 上走 小心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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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生命去威胁别人 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我把你放开我 切怎么并不上 不要过去 什么 那个 我把他帮你 放开我 我把他帮你 放开我 degrees 打开我 得不及 至于 他 湯老板 您还好吧 您不用太想不开的 其实根据当初的贷款协议 您如果能在一个月内筹到钱 还清贷款 对关美酒店的股份 您还是有优先回购权呢 一个月 有什么用 在里边 老汤 老汤 老汤你没事吧 没 我很好 我没事前云 好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关美酒店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老汤来说 这就是他的命啊 立场不同无法辩解 我只能跟你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 好了 前云 这个事和许总监 真没关系 好了老汤 我们回家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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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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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谢绝推销 什么都不需要 出门又转有卫生间 我们这里的卫生间 不对外开放 那是 我是 我们这里也不招人 这老房子都要拆了 我们都快要失业了 我是想说 我是来住宿的 住宿 你想住宿 你好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请问你想要住什么样的房间啊 我帮你 可是我听你们说 这里要被拆了 对啊 要不然你还是去市里 这不是还没拆吗 你想要住商务间 还是标准间 还是VIP早房 我先看看房间可以吗 当然可以 行行行 这边请 请 先生 里边请 我们关美酒店啊 是我们关美玉村 她 她的每一本书 每个物品都有独特的寓意和故事 先生 上面啊 就是您的卧室了 对了 我们这个酒店啊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白天 她可以看海 晚上 可以观星 臣挺大的 不好意思啊 海景房 风大 对了 怎么了 我 运动运动 喜欢运动 运动 我们爱运动 我也爱运动 是 那个先生 您觉得这间房 怎么样 挺好的 就这间 来 登记吧 我正就给你办理登记 谢谢 她去过这么多国家呀 我的天哪 没想到 我们还没有行动呢 善君号 就自己栽了一个大跟头 不过这个也好啊 省得我们露手了嘛 这就是她盲目冒进的后果 非要把关美渔村的项目提前 惹得汤世明来闹事 善君号的任何把柄 都会成为我们的至少关键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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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